的情况下进口加工以及再出口商品可以促进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试点内容涉及金融方面的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堆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币自由兑换江西同业是中国大陆大型的矿业公司目前在保税区里面有物流公司贸易服务公司对他们来说自由贸易区可是个大力多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离岸业务由于受到一些外汇管制啊等等各方面的包括金融城门各方面的影响我们的离岸业务这个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如果成立自由贸易区以后由于元区内的外汇的这个人民币和自由兑换外汇率的利率的市场化这些因素是支持贸易 做到的一个最根本的条件也就是说在自由贸易区里面资金流动会更加的自由人民币也会变得更国际化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到中国大陆投资能够让这些离岸金融中心的大量的资金回流到我们的自贸区的啊 这个投资贸易和人才的这个流动所需要的资金支付的话那它就完全是为我们中国的一个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这个实体经济的活动在服务而避免了今天回流资金大量的进入房地产市场进入了短期的货币市场套利的这样一个投机性的行为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股票市场立刻反映相关类股大涨有些还职工涨停都是看好以后会带来的收益 会在比如说贸易金融包括这个行用金融包括投资银行包括这个人民币的国际业务人民币的跨境业务等方面都会有很多机会 因为自由贸易区相关办法中未来对于离岸贸易金融采用低税率在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营业税全免 原本25%的企业所得税可以减免到15%外国企业的投资也可以享有国民待遇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措施 既然叫做试验区就是希望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很明白的说目的就是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所以我们在刚才的新闻当中我听到了试验区这三个字其实非常的关键 那么外界看到底是要试验些什么有重要的四项责政包含了大陆经济升级版的试验 另外呢是制度创新上的试验 还有跟国际贸易体系怎么样来接轨的试验 另外第四项是跟国际金融体系要进行接轨上的试验 都是在试验 所以华尔街日报也提出相关的质疑 认为在过去比较处于区域性的渐进式的试验性质的 这样子的老办法老模式换在现在的时空环境 他们觉得呢还是有点不大事宜 认为这是新瓶装旧酒 不晓孙主任你怎么来看 到底这种试验性质最后会成功吗 他们叫贸易区我们叫示范区 说句冒犯的话 两边大概这个自由 大家都不是了解得很透彻 没有真正达到自由的一个目的 我补充一下刚刚马凯老师他有提到 他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试验区 自由贸易区 其实他不只有内部的压力 他还有外部的压力 美国在最近我们知道TPP 他要把太平洋这边贸易的伙伴 全部一网打进 他事实上在大西洋那边 也要跟大西洋的贸易伙伴结合在一起 另外一个他还有一个多边服务贸易协定 透过扩大他的贸易的范围 透过服务业 事实上设计了一个更严苛的标准 逼着中国大陆 你要不要来加入一个新的WTO 因为原来那个WTO 美国已经管不动了 再是一个更麻烦的WTO 所以中国大陆 他有必要去因应美国这样一个挑战 所以这次这个自由经济 中国大陆的自由贸易区 事实上跟我们台湾一样 都迫于国际这种自由贸易的一个压力 但是为什么说他们感觉起来 跟我们台湾一样 事实上没有抓到一个真正的方向 事实上真正的自由贸易 人 钱 商品这三样都要自由流通 而不要有任何的干涉 事实上这次在他们的宗旨里面 也特别提到了 他们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个地方 做进一步的开放 但是目前你看到的 他们事实上就在那个28平方公里的 一个小小的地方 然后在里面大概就是放了一些 让商务自由 这个本来各个加工处我去 大概都会做的 现在告诉你金融要自由 但事实上他们的金融监管单位 三个会事实上都非常的反弹 跟我们台湾一样 事实上金融业对于这种 要开放的事情 一向都是非常保守 监管单位也是一样 事实上中国大陆其他的单位 对于未来要放权 有些审批本来要经过我审批的 现在都不要审批 或者要加速审批 他们都非常的反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李克强也没有来减产 甚至高层都没有来 然后感觉起来 只有上海的官方 一面倒的说 这个方式很棒 那我们看到后面呢 负面的表列列了一大堆 然后让大家觉得 怎么一个叫自由开放的地方 怎么负面的表列列了这么多 然后后面相关的配套东西 事实上跟我们台湾一样 也都还没有列出来 当然我们相信中国大陆 以他的行政效率 未来可能会搬出很多东西来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 就没有把这真正的自由 真正只有三样 第一个减少政府的干预 第二个减少政府的补贴 第三个要保护智慧才安全 这三样你都没有具体的 在法令上面给它落实的话 你这个可能 未来的成效会很糟糕 所以主任刚才提到 负面表列这四个字 原来说负面表列 大家听到这四个字 觉得很开心 只要你列出来的 我不要去做 其他的我都可以做嘛 但没想到最后 公布出来的负面表列 居然是有18大类 里头多达了1069个小项 专家一看就傻眼了 就说这哪里是负面表列 这简直就是跟正面表列差不多 所以老师你来看 他所谓的自由贸易 刚才主任讲 到底什么叫做自由 恐怕的真正含义 但我还没有真的 这个拿捏得很好 大家就怀疑说 这一次他们到底 是不是只是开放 只有开放半套 甚至很多外资 就还在观察说 你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开放态度 我现在到底 你要不要进驻到 你这个开放的特区 我都没有办法 百分百把握 有没有这样子的 可能负面效果出来 应该这样说了 我相信在他的这个 自由贸易实验区当中 依照目前的规划 大概还不如台湾自由 所以我们真的 把这两边 一项一项拿来比较 你会发现 也许台湾全岛 都已经成为上海的 自由贸易实验区 目前的状态 或者比它还要更好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 台湾跟中国大陆 我们一向是 形成强烈对比的 我们在各方面的开放 都领先中国大陆 当然我们也应该如此 因为我们在 五六十年前 我们就走向开放 而他是在 1978年之后 尤其到1989年以后 才开始尝试 做市场的自由化 所以他绝对是一个 在后面在蛮山学部的 一个小学生 可是今天如果一个 基本上非常不自由 受到各种管制的区域 他开了一块 像台湾一样自由的地方 你说你要去呢 还是不要去呢 当然要去 因为你到那个地方去 你受到的管制 减少了这么多 获得自由增加那么多 你怎么可能选择 其他地方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他一步登天 马上就全面自由 当然是 是一个目标了 不过我觉得那是 不切实际的 另外呢 就是从这个 1069项负面表列来看 有很多人就说 这个还不如正面表列 这显然呢 这1069项 正是一个信号 就代表 整个中国大陆市场 受到太多的管制 太多的干涉 所以你现在呢 能够把1069项拿出来 然后其他都开放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因为他目前呢 不如我们一起 这个当初的期望 就觉得好像这个没有价值 还在这边看待 实际上他非常 他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 如果不是非常大的突破 就不会出现 刚才孙主任所说的 连李克强都不敢信资过去 就表示呢 他已经冲撞既得利益 冲撞到这些 主管的这个单位 太多的权限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肯定 不过在金融项目的开放 他们有一个前提 我虽然要开放 但是呢 在风险可以控制的前提之下 但是除了金融项目之外 其实原先大家就是在猜想说 有没有可能在媒体 在网络的区块 会进一步的政策松绑 不过这次看起来也并没有 所以范老师 您带我们来进一步了解 就中国自己目前的 权力掌控的状况来观察的话 其实像这样子程度的开放 对他们自己内部来说 也已经造成了 极大的压力跟挑战 基本上现在中国大陆 还是一个集体领导 七个人领导了中国 十四亿的人口 所以他们的一些措施 还要彼此自焉的协调 这也是李克强先生 即使他有很强烈想要改革 要开放 但是他要去考虑到其他 六位同志了他们的看法 所以他保持低调 这是很可以合理解释的 那我们看他 我这边有这个 他所有的那个 负面表列这些表格 其实我把它归纳起来 几个准则来列这些项目 第一个国家安全 要考虑中国大陆国家安全 第二个经济安全的问题 第三个生态保护 而且还要符合WTO的那些规范 所以他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那个观念 把它看作转型 经济转型的开发中国家的话 你会觉得说不够 就是说那个开发中国度还要大一点 但是呢 如果你他们要变成一个工业国家的话 其实这个都很符合工业国家 他们本来也是会怎么样的做 所以我们要去投资的 外界要去投资的 应该要改变自己的观念 不要再把它看作那种落后国家 落后地区 缺少外汇准备 所以你要什么他都可以答应你 他现在要变成 从这个要迈向工业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去尊重人家 要从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 生态保护 跟符合WTO的那些规范里面 去做这些规范 我们才可以理解 而且他还在政治上 他还是要集体领导 符合那个标准 所以包含马开老师刚才提到 还有范老师提到 这一次的改革开放 金融事报怎么说 他说对外开放其实是手段 对内改革才是真正的目的 这个部分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这一次的上海自贸区 从一开始就一直被当年 邓小平所清点的深圳特区 来相提并论 不过刚才呢 马开老师特别提到了 这一次的开放的程度 可能对于目前的既得利益者 会造成冲击 以至于大家在评估 如果上海自贸易区真的最后能够获得 完整的体现的话 那么对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来说 带来的影响将会非常长远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9号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揭牌 揭开大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 积极推动自贸区的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意外的没有出席 让外界认为似乎有意淡化各界对自贸区的期待 第一批进驻的36家企业也在周日曝光 其中还包括了中国大陆最大的私募基金 过去咱们的实体经济发展很好 金融配套跟得还不足 下面这一轮因为要调结构 要和国际接轨 所以金融的工作就显得尤其的重要 我们现在正积极地跟许多的外资的银行在洽商 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成为自贸区第一家的中外合资银行 目前大陆已经有八家中资银行进驻 着眼的是离岸金融业务 因为这是向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重要的一步 对银行来说代表更大的商机 我们监管和相关制度完成成为 允许中资商业开办的离岸业务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制度的突破 在自贸区里面将来 比如说可以用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